繼續來看的這個畫面 實在是非常的殘忍 高雄市有民眾拍到 鳥松區公所的清潔隊員 在捕捉流浪狗的時候 從頭到尾只靠了一根捕狗桿 把狗狗硬拖到巷子外面 再直接甩上車 動保團體批評是否帶頭 虐待動物 巷子裡淒慘的狗叫聲 驚動附近住戶 拍下這一段清潔隊捕狗的畫面 只看到清潔隊員 用一根捕狗桿套住小黑狗的脖子以後 一路拖出巷子 最後還直接用勒緊吊掛的方式 把牠甩上車 讓民眾看得很不忍 向動保團體檢舉 動保團體批評市政府帶頭 虐待動物 而且在清潔隊員前往捕狗之前 小黑狗已經被人圍困在 巷子裡兩天出現脫水的現象 清潔隊員也不顧民眾虐狗 還用不人道的方式把狗抓走 市府坦承 清潔隊的做法確實有錯 將會教導更人道的補狗做法 牽著那個補權桿之後 用網子來補捉 然後再放到籠子裡面 我想這個方式是 大家都能接受的人道的方式 市府表示 縣市合併以後 由於人力不足 原本高雄縣的區域 流浪狗還未由地方的清潔隊幫忙 明年開始就會由動保處自己執行 到時候對流浪動物的相關做法 都會更妥適 記者王建村蔡民校高雄報導